空袭事件 北约驻阿部队的飞机4号袭击了被塔利班劫持的两辆油罐车造成90人死亡 该军事行动招致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 特别是向北约驻阿部队提出攻击要求的德国驻阿部队更是遭到了一片谴责 对此德国国防部长约瑟夫荣6号表示 德国联邦国防军在阿富汗空袭油罐车事件当中应对得当 外界对于德军官兵的谴责是不公正的 约瑟夫荣表示 朱阿德军经过详细侦查掌握了塔利班策划已劫持到的油罐车 对德军驻昆都市基地发动攻击的明确迹象 并说如果他们得逞 那么德军将会遭受重大损失 应朱阿德军的要求 北约驻阿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飞机4号凌晨 对这两辆被塔利班劫持的油罐车进行了空袭 造成多达90人死伤 尽管造成多名阿富汗平民死伤 但约瑟夫荣认为 朱阿德军在阿富汗空袭油罐车事件当中应对得当 外界对德军官兵的指责是不公正的 目前德国联邦国防军约有3800名军人驻扎在阿富汗 空袭油罐车事件发生之后 大约三分之二的德国人认为 朱阿德军应该尽快撤出 分析人士认为约瑟夫荣6号做此表态 也是为了平息国内要求撤军的呼声 还有三周时间德国联邦选举就要拉开帷幕了 然而从目前来看 德国两大政党默克尔领导的保守党 以及副总理施泰伊麦尔领导的社民党 在撤军问题上却表现得出其一致 两党都同意朱阿德军继续留守